而在昨天的海道上 红仲秋家人也上台了 群众高喊红妈妈加油 还有红姐姐加油 心力交瘁的红妈妈站上台 她声泪俱下地说 当7月3号看到红仲秋全身插管 一直渗血 那是她这辈子最心碎的日子 一下就是被热情民众团团包围 夹到欢迎 短短几步路却走了好几分钟 有人拿起手机拍下这感人一刻 谢谢大家 加油 加油 慷慨津阳的加油声 叶没了整个凯达格兰大道 为了最爱的儿子 从没面对几十万人的场面 不慎延迟的红妈妈站上了台 代表仲秋向全台湾民众表达感谢之意 感谢各位这么努力的帮助我们 让仲秋能够在你们的帮助之下 能够有真相 红妈妈拿着麦克风的手 微微战斗 身心紧张还不时紧捏自己的裤子 姐姐洪慈悠则在一旁搂着妈妈 一个月过去了 但仲秋自然离世的那一刻 人生生热映在妈妈脑里 看到一个不是我儿子的人 因为他全身都插满了管子 全身都在肾血 整个人都肿了起来 我看不到我原来儿子的样子 所以7月3号是我这个妈妈最心碎的日子 完全没有办法相信 军中只给我热中暑三个字 我不能想象说 我一个健康的小孩 为什么会因为这三个字就没有呢 她的心碎难以形容忍住悲痛 红妈妈呼吁大家暂时放下仇恨 送中秋最后一程 我们暂时先放下一些怨恨跟仇恨 我们用最平衡的态度 我们来送中秋最后一程 这样好吗 好 谢谢大家 娓娓道出 自为一个母亲的罪痛 台下群众静静看着 默默留泪 陪着红妈妈度过这段煎熬 周年新闻 四路火报道